因為第一次拍電影 所以劇本還沒有背好 所以也沒辦法劇透 少來 你背著最熟 首度挑戰演戲就大受讚賞 郭侯志與范逸城 姚淳耀 劉逸兒出席電影 我最愛的笨男人 開經記者會 初次嘗試演戲 讓郭侯志緊張到睡不著覺 有點緊張 我都現在 對 從以前到現在 都沒有那麼睡不好過 就最近都比較睡不好 對 但全哥說不用擔心 他會帶領我 所以我也是跟全哥 鬼哥還有那個伯伯 我問耶 他就OK啦 沒有問題 那以前你講說 投球之前如果緊張 他會用什麼方法 來讓底牌一點緊張 就會罵三字經 所以剛剛好 對 所以剛剛好 那就是你準備要罵出傷害者 就是看導演的需求跟監製 他如果 對 要我講一些我就會講 有沒有可能在電影 然後看你投球的時候 不知道 要看導演 丟的可能就不一定是球人 究竟會不會有投球 場面先賣個關子 不過郭虹這首度演戲表現 讓范依晨和姚淳耀都打為讚賞 我覺得他就是新一代的動作劇情 對 在我眼中 對 小郭 對 就是表演也很棒 然後這個體格 我相信沒有幾個演員 比得上這個體格 其實他本身就在 一開始就做了很多準備 然後也去上了一些肢體 或者是這個戲劇的課程 所以我們第一次在排練的時候 就覺得他的表演 還算是比較放鬆 然後還滿進入這個角色 一舉一動 我都覺得是很自然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演的 但是我感覺上 就是很自然的一個表演這樣 所以我覺得還很棒 很放鬆 很投入 漂亮 謝謝全哥 第一次跟郭哥拍的時候 第一次排戲他真的嚇到我 因為我覺得他講話 就非常有那個會靠 到底國皇制表現有多驚豔 大家就好好期待 我最愛的本男人啦 而為了更進入角色的狀態 演員們都還去了特別的地方實習 就是監製有先就是帶我們去 就是跟一些大哥們實習 對 所以在實習的過程 就會覺得哇 大哥真的是 就是看著他真的會不寒而栗 就是會感覺到他們的氣勢 但其實大哥他們都真的 非常的客氣 然後有禮貌 讓他們去實習的時候 我是去另一個地方 我就去真正阿公店 然後跟客人唱你最珍貴 然後客人還跟我交心這樣子 完全就是一日小姐練習 但我沒賺到小費 對 尺度喔 有 可能露這 這邊的布料可能少一點 這邊布料又不見了 然後這邊布料可能也不見了這樣 然後我一看到他 就會沒有布了 就可能第一次見到他 我就直接把我的這邊撥開來 大概這個類似這樣 是吧 初次見面就 對 講迷他啊 我們都會 大概會是這樣子 第一次見面就用 想被迎接他這樣 預告交予翻譯成有大尺度 場面相信我最愛的笨男人 不管是劇情還是郭侯志的表現 都值得讓人期待啦 完成了 週末節目報導